现在是1911年 今天我们是回到和府 这个宅子就是我们今晚住的地方 到这里先上香 然后过来看一下家规 回来之后所有人都要遵循我们和家的家规 好 然后 这位是我们和府的管家 有什么事情就找他帮忙就可以了 进去吧 从踏入这栋百年老宅的第一步起 你就已经来到了清代 三百六十度沉浸式被卷入一宗悬疑惊悚的案件中 除了发掘古宅的秘密 寻找背后的真相 你别无从 这就是镜头前这位萌妹子 澳门青年陈一文和伙伴们打造出来的新潮体验 剧场沙 传统剧本沙就是一群人一起围在这个桌子上面去看剧本 然后拿到一些线索的卡片去推理 那我们的话是 所有的自己要去完成的任务都是 比如说通过电报的方式 发到给你这个玩家 或者是用我们的丫环拿个卷轴 给你看到你自己的任务去做的 其他的一些机制都是通过演员去推动的 广州沙丸古镇荣光像横向五号的这座和府 百年历史给这里留下了许多古老的印记 现在陈一文又赋予了老宅前所未有的新潮角色 这位澳门人在大学毕业后决心留在广州 将自己爱玩的游戏发展成事业 打造出自己的风格 其实我是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 可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接触 我必须是自己去翻书才可以看到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在玩的过程中 也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到中国的一些历史文化 所以我就觉得广州没有 那我们就做第一家吧 这几块小牌匾 还有上面那一块呢 它是当年留下来的 然后这个柜子呢 是我们从二手市场逃回来的 这个是我们专门为了这个房子 定做的一个屏风 然后为了增加我们的沉浸感 我们会给一些玩 给玩家玩一些跟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游戏 比如说这个是投壶 我们也会跟他们讲解一下 这个投壶的规则 陈一文介绍 他们把剧本杀升级为剧场杀 六名玩家进行两天一夜的推理剧游戏 期间大家吃喝住均在故宅内 游戏剧情使用舞台剧的方式演绎 给玩家营造出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 是这里最大的卖点 为此古宅 装潢 古董 都是陈一文的精心安排 当然王牌还是这里的一帮洗精 各位主子 若是有什么需要 尽管封铃儿便是 都回来了 进来可好啊 真相还被隐藏着 这也就是河府吗 我们吸引了不只是这里的玩家 还吸引了很多是港澳的和外地的 其实我们在这里有大概有八九十的 百分之八九十的玩家 都是香港和澳门过来的 然后并且我们做完了这一个剧场之后 他们是真的是百分之百 就是百分之百的跟我们说 他们会来玩我们下一个主题 实际上陈一文和他的创业伙伴们 也是来自粤港澳三地 公司的法务总管是来自香港的梁伟青 从小在香港长大 如今在广州当律师的他 下了班就要来古宅里打点大小事务 这个拥有港澳文化背景的团队 在创业路上对彼此也是兼容并包 有想法就要去尝试 就要去踏出第一步 因为如果我毕业之后回到了香港的话 我可能就会只是稳稳荡荡打一份工 对于一个想要创业的年轻人来说 就最重要的就是踏出自己的那一步 这边的机遇会比较多 然后我也是在这边 其实就是大三的时候洗尸了头 所以就创业了 然后也理所当然的就留下来了 就扎根在广州 然后也是发现广州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机会 开业一年多来 这个团队打造的古宅推理剧场沙 在内地社交平台上好评不断 如今年轻人们正在打造新的剧本 开启下一个舞台 两天一夜的剧情终会落幕 但精彩的创业故事仍在不断上演 大家可以看这边 我们下一个合递 和卡业故事仍在不断上演 我们下一个合递 我们下一个合递